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森系风格备受追捧 这种崇尚简单的生活方式 打扮得像是从森林里走出的女孩 气质如原始森林般自然纯净 亲近自然热爱生活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森系女孩的好去处 分分钟变身森女 抢占社交媒体C位 当然除了拍照 这个项目本身就充满无限贴近大自然的魅力 在疫情笼罩人群的时刻 这里便是世外桃源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不卖关子了 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Gateway House之旅 Gateway House其实就是森林小木屋 近几年来在北美迅速走逢 这个项目诞生于Escaped from the City理念之下 逃离城市步入大自然 那Gateway House就成为了最好的逃跑去处 当你厌倦了城市生活 当你批于应付工作 当你麻木了人际社交 此刻就需要逃离到大自然中 过上几天没有网络WiFi 没有汽车轰鸣的生活 想来一场小木屋逃离之旅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提前计划 因为太火了 经常几个月之内的房间都处于寿清状态 目前Gateway House在全美已经开放了11处营区 背靠13所大城市 分别为亚特兰大 奥斯丁和圣安东尼奥 博士顿 夏洛特和罗利市 达拉斯 休斯顿 洛杉矶 纽约 皮斯堡和克里夫兰 波特兰 以及华盛顿特区 所以目前身处这些城市的小伙伴们 可以随时逃逸 而在其他地区的小伙伴们也不要着急 因为以Gateway的扩张速度 或许很快就能到你那里 或者如果到以上城市旅行 也可以把Gateway当成一个体验项目 预定过程很简单 登陆Gateway House官网 选择露营城市 选择入录时间变革 至于价格 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贵一些 取决于淡忘季 价格在200到400美元不等 容纳人数为2到4人 所以其实比一般的酒店要贵 但是毕竟身处丛林 不一样的体验 自然也就不一样的价格 预定成功后 会收到一封包含具体地址的确认邮件 是的 在预定的时候 你完全不知道将会被发配到何处 充满了神秘感 预定完成后 便是出发前的准备 整体来讲 小木屋配备非常齐全 并且干净温馨 虽然处于丛林深处 但是居住条件绝对不打折扣 鉴于此 大家可能需要准备了 除了牙膏 牙刷 拖鞋这类私人用品之外 可能最大头的就是食物了 既然是吃的 那就自然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大家可以来一顿BBQ 也可以来一顿四川火锅 亦或是手抓海鲜 总而言之 来到这里 吃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 除了大餐之外 大家也别忘了准备一些 简单的早餐 毕竟次日11点钟才需要退房 想必大家都会在Gateway House里 停留到最后一个钟 Gateway提供全套的户外装备 野餐桌 生活架 以及躺椅 所以大家可以把餐厅搬到户外 烤着篝火 吃着美食 野人的生活 不过如此 Gateway House之所以一问世 便成为网红聚一地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回原天成的拍照胜地 所以如何能在Gateway House里 拍出高大上的照片呢 答案是随便拍 因为小编觉得 这个森林小木屋 就是为拍照而设计的 一整面墙的落地窗 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丛林 在这样的置景中 随手拍上一张 都能成为一张 拿得出手的朋友圈照 如果再准备一些 更加符合情境的服饰 戴上一些衬手的道具 挑选一些 独具一格的构图角度 那就堪比大片了 最后再给大家一些旅行 小贴士 首先就是 房红聚的工作不可少 毕竟深入大自然腹地 其次就是 戴上件厚衣服 预防昼夜温差 还有就是Gateway House周边 往往都有不错的TRAIL 大家也不妨 戴上帮舒适的鞋子 入住前或者退房后 到周边走一走 给自己的旅行 增加一些额外的乐趣 毕竟逃离一次 机会难得呀 好了 Gateway House作为这几年来 超受追捧的户外项目 还是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都去尝试一下 感受一下 临身实践路老树陪古屋的野居生活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美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